醫學院公關手記 我的院長上司 很多次,當朋友或身相識的人知道我在中大醫學院工作時, 他們即時的反應是:「你們院長很年輕有為,或你們院長十分高大,是大腸癌的權威。」 雲雲以上印象都是關於這位院長上司的愛在但這年來令我感受最深的,還是他的為人如果說每位成功人士都有他特別的素質, 哪講得出,做得到一定是院長其中一個成功的原因日理萬機無左手信任誰都可以想像醫學院院長的生活有多忙、教書、研究、看病、行政一個人做四份工, 一天九十六小時也不夠用但無論多忙,只要他一答應了,便會堅持到底,不會忘記,不會掉落, 寧可自己辛苦也堅守諾言,這個素質著實令我非常佩服為人切想喪福不怒愁 還記得幾個月前,院長的爸爸走了當時他心情非常沉重,家裡也有很多事情要他處理, 但那天他橫視案約定去和五年級醫科生影畢業商,因為他答應了學生, 也知道同學們很希望在這重要時刻和院長來一正合照留念 當然,同學們那時並不知道院長正經歷人生最難過的時刻之後第二天, 我們原定約了幾位傳媒朋友犯罪,當時好幾位教授知道他家裡的情況, 都提議他在家好好休息,改天再聚但因為這頓飯已安排了兩個多月, 院長還是照約定趕過來直想他沒有異樣,完全沒有讓自己的情緒影響在場的氣氛 只是在某一兩刻他臉上爭略過一絲落莫的神式看著他,我深深佩服他為人設想的情操責任感強得欲麻煩他人練一個極多人好奇的問題, 是他的專欄是否有人代筆呢?答案是他自己親自側筆的有好幾次我發現他都是凌晨三、四點把稿件送出, 甚至有次他因為第二天要出差,竟然切爺未免,趕在死線前把稿件完成其實我之前曾提議不如向編輯提出延期, 但都給遠長他絕為的是因他要守信用,和出於不欲引起他人不便的責任感為淺惡可廢慘忙餐有好幾趟, 我有些事想和他商量,雖然他已忙得頭不過氣來,但都答應和我談一下, 好方便我工作坦白說,起初我也曾擔心過,他忙得不可開交,真的會記得要回覆我嗎? 而結果是,他從未令我的等待落空不止一次,他在往機場的路上,飛機起飛前,甚至是放棄吃飯時間, 我約定回覆我,讓我可以按計劃把工作推薦一年合作下來,我已很有信心,知道只要他達運了,便一定不會忘記, 亦不會讓任何事難阻他理行約定正正是院長講得出,做得到, 我立刻想起之前有一期院長醫生周濟是孩子,我會在醫學院等你那位小學生一定要好好努力, 不然陳院長真的會在醫學院呆呆呆地等你呀!作者簡介,中文大學醫學院公關文,愛美麗! 寶寬的聖獎